哈喽 大家好 我是Pink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Don't stop you will give up Pinky don't stop 今天我戴上了之前趁特价时打折买的发箍 难怪会特价 我戴上它之后头看起来超级爆炸大 就是人外有人头上有头的概念 但是我对亲密的爱还是热情不灭的 今天非常开心 要跟大家一起开箱 来自泰国的彩妆品牌CUTE PRESS 这个牌子其实我关注它好一阵子了 因为每次比如说爬纹伴手礼 或者是一些化妆品论坛的时候都会出现它 大家的评价都是便宜好用 这次我就趁屈城市打折的时候 购入了一些我觉得很好奇 然后想试用的产品 今天的影片除了刷色之外 也会上联话给各位看 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品牌有兴趣的话 继续看下去就对了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要不要要不要按个订阅 还有还有小铃铛 Thank you very much 好的那就正片开始 首先来使用QPRESS的 Double Asian Corrector and Concealer 这个产品它有两个颜色 那我选的是比较偏浅的 因为我自己习惯用这种粉龟色来校正黑眼圈 它的刷头还蛮小的 一次沾取的量不多 但是颜色好像蛮OK的 好像还可以拿来提亮 Try try看 我嘴周的暗沉也来一点 来使用爱丽丝老师的战斗陀螺美妆弹推开它 它的官方名称不是战斗陀螺 是我自己取的 这个杆很快 杆很快 所以建议单边单边的上 我刚刚这样稍微讲话一下 就有点不好推开的感觉了 上了一层之后 它的校色程度差不多有八成 我再加一点在比较严重的地方 用按压的方式来看看效果如何 它的妆效是雾面的 所以抚平肌肤纹理 然后调整肤质的妆效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用另外一头肤色的遮瑕膏来遮黑眼圈 它虽然说是肤色 可是Undertone有点偏黄 所以蛮适合我的 那如果说你是肤色白皙的女生的话 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就无法 因为这已经是最浅色的了 所以这个品牌我觉得对健康肌来说 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 一样用按压的方式把它淹开来 校色跟遮瑕膏都叠加之后 我觉得它的遮盖力没有到非常的强 虽然说透过镜头看起来 好像已经把黑眼圈都遮盖住了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眼下三角部位 还是有些黑黑青青的颜色透出来 但是大家看看我的鼻翼 就是它遮盖泛红的效果是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自然妆效 或是本身脸部的瑕疵没有很多的人的话 这款产品也许是比较适合你的 重度黑眼圈或是喜欢妆效再更无瑕一点的话 这就是not your type 接下来我来上粉饼 这是我非常爱用的 J.Cat Aqua Assurance Compact Foundation 毕竟不是Qpress的产品 然后我自己也在频道里提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一趴我们就快速带过 我刚刚就想说去画个眉毛 然后补个阴影这样 结果这个眉笔也太难用了吧 这个是Silky Girl的 High Definition Brown Liner Oh my gosh 我只是想说探索一下新品牌 然后之前呢 就在IG上问大家觉得这个品牌如何 因为我在台湾的去城市也没看到过 大家就说不要买很雷 但是我还是很想try try看 就买个眉笔试个水温 结果真的no I can't 它会结块 然后膏体很软 加上它的质地很厚 所以会容易画不均匀 然后呢又很黏 所以你的眉毛就会看起来一块一块的 我刚就紧急用我的Benefit修复了一下 这才让我伤心了 So sad This is a very sad maybe 好整理一下心情 我们继续 接下来呢 觉得这张脸好像要来点 来画眼妆吧 要使用的就是 这张 Q2 Press的Power Pink Day to Night Palette 打开来它里面是六色的眼影加两个腮红 然后这个彩盘它其实有另外一个色号 就是比较偏大地啊 暖暖的 金棕的感觉 可是我最近真的买太多大地色眼影盘了 所以选择这盘 比较偏冷色调 然后粉粉陶陶 欸嫩嫩的感觉 这盘的配色呢 其实我觉得就很像ABH火红的那盘 文艺复兴 但是呢 它又更好入手 因为眼影的选择性比较没有那么多 也新手来说相对有好 加上这两个腮红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所以实在抵挡不了诱惑 这盘呢我是在打折时购入的嘛 所以折合台币大约是350元 我觉得以价钱对应包装啊 还有粉质的品质来说算是很不错的 我还没有上脸 但是它刷色的表现真是太让我惊艳了 尤其是它的雾面色 其实开价品牌啊 通常珠光或者是说金属质地都不会做得太差 但是雾面色就很容易卡色或者是斑驳 但是这一个你们看看粉红色一条刷下来 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显色 甚至是连冷掉的咖啡色 刷色的表现都很棒 所以虽然说只有在手上试过颜色 但是我对它的表现非常的期待 把这个膜拿掉 啊 这个moment非常的疗愈 各位观众朋友们 它的镜子品质很棒 然后重量呢不会太重 就是拿在手上化妆是OK的 虽然说质感没有到那种非常顶尖 非常高端 但是现在的印象 我是蛮开心的 它的腮红呢其实非常的显色 所以我今天也打算把它用在眼睛上 来使用这个stunning 打满整个眼窝 这个颜色它其实带有淡淡的光泽感 可是上在眼皮上是不明显的 比较偏丝断光的感觉 接下来呢用手指头沾取superb 涂抹在眼褶上方的位置 哇哦 这颜色好嫩哦 看起来很年轻耶 我好久没有画这样子感觉的妆容了 虽然说颜色都是浅浅的 可是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有那种微微的渐层感 接下来呢拿一支扁平的小刷子 来沾取powerful 把它加强在眼尾三角的部分 它的显色度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是少量多次的叠加 免得太过艳丽了 这边呢我不会把它暈染开 因为我想要强调那种线条感 就像画了彩色眼线一样那种重点色 接下来呢一样拿扁平的刷子或是眼线刷 来沾取confident 画的时候呢尽量靠近睫毛的根部 这条线虽然说没什么存在感 可是眼睛睁开来之后 有神度还是有差的 眼下提亮卧弹的部分呢 使用pleasant 跟刚刚眼尾的粉红色做个衔接 用这个gorgeous来画卧蝉 嘿嘿 我画太粗了啦 你看 我快要变成时间管理大师了 想想 眼下压一下粉 遮瑕膏遮瑕膏 我们继续 接下来用dazzling打亮眼头 好亮 卧蝉这边也加一点 你们感受得出来我在力挽狂澜吗 我今天的卧蝉好肥大 好的眼影的部分呢 我们就先画到这边 接下来我把另外一边的眼睛也画完 等等回来 我们一起来玩腮红跟打亮 好的眼线睫毛膏画完了 我们看一下妆效 接下来我们来上腮红来使用这个 grossgrossgross 在手上稍微沾一下鱼粉 啊 好漂亮喔 而且就是非常好云染 完全没有色块 粉质很细致 因为在刷色的时候 它很显色 所以我有点担心 它上脸会有点too much 可是没有欸 显色度刚刚好 上完之后让整个肤质感觉非常的棒 奇怪的是啊 我本人看它是霧面的 可是上镜头怎么会有亮晶晶的感觉 它跟我的底妆非常非常的贴合 Kawaii 我好像今天一直太含上太多了可恶 就是用泰国彩妆品上妆 就是用泰国彩妆品上妆 可是我怎么觉得今天妆容有点寒细 是因为我握残真的太大了吗 小小啊 那天我去逛屈城市的时候呢 QPRESS在架上是没有打亮产品的 它有一款腮红就是自带珠光渐层 所以我想说嗯 maybe可以取代打亮替我们的脸颊增添光泽 使用的就是QPRESS NONSTOP BEAUTY OMBRE BLUSH 这个颜色呢是01号FRESH PINK 大家看看它的尺寸 真的是超级爆炸大 是不是又是可以 我刚刚喝了冰的了啦 所以现在舌头很不对劲 最近呢我爱上的这间Mr.Coconut 是观众朋友们跟我推荐分享的 然后呢他们跟我说要0%糖加酪梨 OMG 超级爆炸好喝 哦还有椰果 有果肉的果汁最好喝 这个腮红大家看看它的尺寸非常巨大 又是一个传家宝的概念 然后它的颜色呢其实是偏浅 刷色的时候它的光泽感 比我想象的再更柔雾一些些 所以是比较偏自然的妆感 用刷子沾取呢稍微抖掉鱼粉 在手上匀匀匀 这好可爱的粉红光哦 底色呢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重 但是 OMG 啊这光泽感 肤质感就是不灵亮耶 好美 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比较偏橘色系 然后颜色也比较重 如果说你是肤色在分身的女孩的话 也许可以试试看 好可爱 好可爱 因为它的底色是比较偏粉嫩的嘛 然后跟腮红融合在一起 所以不管说你吓得再重 也不会有明显的一条黑黑在那边 就是是真的自然提气色的感觉 它的颜色因为是间层的嘛 比较浅的这一边我想要直接用手指头沾去 打亮鼻梁跟鼻头 它的光泽感是比较偏香槟色 但是再更多橘调在里面 是暖暖的 然后很自然 脸颊中间想来一下 有没有 天呐 这塞好我好喜欢 我觉得我挖到包了 我要再去买另外一个颜色 我买的蜜粉还没用 大概看看它的蜜粉也是超级大一颗 而且呢虽然说是价钱便宜的产品 可是它附的粉撲品质还不错 就是非常的柔软 包我脚都被粉吓一跳 里面是有筛网的 所以不管说你是用刷子直接沾取 或是用粉撲去按压 都是ok的 开架蜜粉比较少这样子的设计 通常都是可能几个洞意思意思 所以这样子的包装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加分 它蜜粉的颜色其实是比较偏米肤色 那当初在柜上购买的时候 小姐是跟我说上脸是透明的 我们就压压看好了 因为刚好鼻翼有点出油了 他们这个蜜粉啊就是 修饰毛孔的效果很棒耶 就是我刚刚这样子一压啊 整个柔胶的感觉有没有 而且我太冲动了 我两边都压 我没有给你们做比较 可是透过镜头 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个差异 而且粉蛮细的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喷个喷雾 然后让大家稍微定妆一下 唇彩的部分呢我买两款 首先呢就是 它跟迪士尼联名的 Lip & Cheek Gel 那它的质地其实比较像是 融化的奶油 并不会收干 所以就算是你把它推开来之后 它还是会维持脸上那种 润润亮亮的感觉 颜色的话我选择的是03号SUN KISS TEN 基本上就是非常适合我这种健康肤色 然后百搭万用的唇色 今天的妆容比较粉嫩 所以这一款就只是单纯的试色给大家看 我真正想搭配的是另外一款唇膏 它就算当唇膏饱和度也是很够 不拆成的妆效像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它的颜色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再淡 带有微微的丝断光奶油光 推开来之后呢是很日常很百搭的裸棕色 因为它质地蛮润的 所以我在讲话的时候 它也不会卡在唇纹里面 整体的使用感受是蛮舒适的 因为它的质地很薄透 所以它对于我的黑嘴唇 遮盖力并没有非常的强 差不多就在五六层那边 但是颜色跟唇色融合之后的妆效 还是很自然不突兀的 好接下来来试试看 我个人觉得很漂亮的MLBB色 那这款唇膏呢它是Never Too Matte 色号是02号Fairytale 上嘴的触感非常的滑顺 然后很显色 一抹就化开的感觉 真的很棒 好的均匀的涂好是像这样 这个颜色真的超级漂亮 它粉的恰到好处 又不会太紫或是太陶 所以在我这个健康肤色的人脸上 就不会显得没气色 或者是说让脸更黄都没有 它就是真的有那种嫩嫩的年轻感 又不会太妆可爱 而是有点知性气质的感觉 除了颜色真的让我觉得很惊艳之外 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棒 我刚刚一抹 大家有没有看到 非常的显色 可是同时之间呢 又不会觉得干 或者是扒在我嘴巴的死皮上 都没有 不会拉扯嘴巴 然后我现在擦上去过一阵子嘛 也没有那种水分 好像被吸干的感觉 可是同时之间它的妆感 又是非常的雾面的 有点像Mindy她在讲的 蓬松柔软的感觉 我终于get到蓬松柔软 在嘴巴上的妆效了 This 天啊我好开心 好 是不是要来下班动作呢 Check it out 好的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个总结 好的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个总结 第一印象使用下来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QPRESS 今天我用到的产品们 我最喜欢的产品有两项 首先就是 这个漸层腮红 不管说是在粉质啊 或是上脸的妆效啊 还有它的CP值 真的是无可挑剔 也许以包装上来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欣赏或是喜欢 这种比较偏塑胶感的 可是产品的质地真的是没话说 那另外 这个唇膏真的是比我预期中的 还要更优质 我以为我并不会是那么的喜欢它 但是它却是我上脸使用之后 我觉得非常惊艳的 不管说是在显色度 舒适度 或者是上脸的妆效来说 基本上都是可以跟许多专柜 并驾齐取的 如果说是光就唇膏的质地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最接近的产品 就是植村秀的唇膏了 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重 但是真的就是这么的棒 不过呢毕竟是低音印象 我觉得可能后续的感受 还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它的持久程度啊 或者是戴妆久了 会不会口吐白沫 欲水白灼 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所以呢我会把其他的相关讯息 update在资讯栏 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记得点开来看 究竟它后续的表现 有没有在我在影片里面 讲的这么好呢 看了就知道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 这个彩盘 其实我也是个人非常喜欢的 不管说是它 上演的妆效啊 或者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的好晕染程度等等的 我都是给过的 但是跟刚刚提到的那两样比起来 经验程度就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如果说是以CP值 或是以开价同等价位的粉质细腻程度来说的话 它真的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优质 因为你看我刚刚在化妆的时候 其实有用很多松刷啊 或者是说刷毛比较密集的扁平刷去上 它都没有掉粉 它的粉质细致 然后是有点微微湿润度的那种感觉 基本上是一款也是没有什么地方好挑剔的产品 你要说它好不好用呢 当然也是好用的 只是我更喜欢唇膏跟那个亮晶晶的腮红 So cut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还喜欢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的所在地是哪里呢 根据我现在IG聊天的对象 发现有美国的观众朋友 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台湾 不知道在你的国家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牌 是我们台湾药妆店没有 或是我在这个频道里面没有review过的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在你离开这部影片之前 我要告诉你 记得你是最棒最美的 最Amazing的 I love you So so much 那你也要爱自己 So so much 新的一年呢 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 在这里祝福大家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跟各位白鹤照年 接下来的过年期间呢 我会陆续的推出 优质的影片陪伴大家过年 也请各位不要错过了 在你离开之前 不要忘记订阅 分享 按铃铛 说到说到 订阅分享 按铃铛 按下小铃铛的话 叫我上传信片 它都会通知你 所以请记得回来哟 好的 那就这样 See you next time Love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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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ee you next time